第十九章 讨价还价 晚上 羊羊羊火锅店 靠窗户的位置 张楚风和黄四爷坐在一起 对面是张玄宇和赵清宇 肉不够啊 服务员 再上两盘飞牛 两盘飞羊 赵清宇朝着旁边的服务员说道 同时朝着张楚风 一阵的眉杯色舞的嘚瑟 难得吃张楚风一顿 自己必须把张楚风吃到吐血 姐的豆腐是那么好吃的吗 看姐今天怎么吃死你 玄月够不够 不够再来两盘肉 服务员 再两盘飞牛 两盘飞羊 黄四爷嘴角一阵的抽搐 想要说点什么 但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来 黄四爷 喝一个 张楚风说着 端起酒杯 敬了黄四爷一个 黄四爷撇了撇嘴 端起酒杯 问道 喝酒就不找个油头吗 张楚风一看 行了行了行了 说个油头是吗 那是这 祝大清灭亡 黄四爷看了张楚风 一脸欠揍的表情 差点没有动手打人 碍于阴阳寺三人都在这 面为其难的 将酒给喝下去 张楚风也不和黄四爷聊正事 是有一袋没一袋的在这胡扯 看到黄四爷有点喝得高兴了起来 于是大伙就举杯 庆祝大清灭亡 吃完饭之后 赵清雨看着单子上 后来加上去的十几盘牛羊肉 心里和胃力充满了极大的满足感 都吃好了吧 吃好了 黄四爷买单去吧 黄四爷苦着脸 问服务员多少钱 同时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就准备支付 赵清雨瞪大眼睛 看着准备买单的黄四爷 然后又看了一眼 坐在对面 正在擦嘴的张楚风 张楚风 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不是说 今天晚上你请客吗 张楚风看了赵清雨一眼 李雨姐 我虽然没钱 但我找人请大家吃饭 这也算是我请客呀 这就是我的本事 黄四爷这才明白 难怪对面的女的 长得这么精致 但吃其东西 却是如老死活 原来她是想要吃穷张楚风 结果自己给挡了枪 赵清雨哼了一声 眼神之中满是鼻子和不屑 自己阳间见过百家人 阴间见过百般鬼 这么不要脸的 而且还自鸣则意的 刺激这一声 还是头一次见 高铁票呢 弄丢了没法报销你赔钱 张楚风从口袋里 拨出三张高铁票 递给了赵清雨 刚刚买完单的黄四爷 看到这个举动 朝着张楚风问道 高铁票不是报销过了吗 赵清雨冷 解释道 没报销呀 我们刚刚到中央市 肯定要回到深港市才能去报销的 黄四爷看了一眼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张楚风 你是不是贪污了 张楚风马上做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一脸无辜的看着黄四爷 四爷 咱买好了吧 买好了咱就撤吧 我陪你去小区里面散散步 俗话说 饭后百步走 能活久而久 走走走走 赵清雨真的是吃撑了 走了两步就受不了了 只能让张玄运辱的回酒店了 黄四爷一直跟着张楚风 在后面不断的寻物一程 你这是贪污吧 我怎么觉得有问题呢 张楚风东拉西扯 反正就是不提高铁票的事 行了黄四爷 你就别问了 你报销的那一部分已经简单 对不对 雨姐报销那一份 那是阳间的 我们叫做阴阳寺 肯定要报销两遍的呀 黄四爷皱着眉头 琢磨着张楚风说的话 总感觉有什么地方怪怪的 黄四爷 不扯这些没用的 饭也吃了 我们说点实在的 你一直在阳间不回去 也不限吃 知道 我可以允许你在阳间待一段时间 到了日子 你就回去就行了 黄四爷虽然很想要拒绝 但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一直留在阳间的 行 十年 十年之后我就回去 张楚风一口血 差点没吐出来 你一个亿的任务 要我等十年 我欠地付八万亿 还还还不还了 黄四爷 行了 别闹了行不行 实账 最多一个礼拜 不行 时间太短 最少要五年 不是 八天 不能再多了啊 你讲不讲理 有这么讨价还价的吗 要是当初 我早就把你拖出去斩了 三年 不能再少了 不是 大清都灭亡了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知道 九天 九天 九九归一 正好回去 一年 至少一年 不是 我还有一个月 就要开学了 谁能等你一年呢 是 是 最多十天 十全十美 就在两个人 在争执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夜色之下 小区里 有人正在夜跑 对方 正从一个路灯 跑到另一个路灯 穿过一片黑暗 张楚风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夜跑的 正是黄四爷 心心念念的刘晓熙 不是 前面就是刘晓熙 你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 距离我们三百米远 雍正往前面看了看 三百米 对于拥有天理眼的张楚风来说 一切都不是问题 但是黄四爷 却看不清楚 这时 张楚风眉头一照 呦 不好 有人用刀 劫持着刘晓熙 黄四 还没等话说完 黄四爷已经冲了出去 想着几百米外 一路狂奔